没想到我竟然在室友Yuki的闲鱼上 看到了我丢生已久的香奈儿 想起她平时刻意装好人的样子 简直让人做 这惊战的眼界 奥斯卡都欠她一个小惊人 一开始我和Yuki的关系还不错 她经常宽我神仙品味 我还傻乎乎地以为 自己找到了合拍的好闺蜜 我们平时会交换链接 偶尔还被调侃像teams 有人嘴她雪人惊 我还会帮忙反驳 我累跟她同款 你管得着吗 有一些我发现她所谓的同款 原来是便宜的A货 有的甚至一眼假 但为了保护她的感受 我从未拆穿过 直到我开始频繁地丢失东西 事情逐渐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起初我只是丢了一些小食品 就算第二天看到她带了 我也当时同款 没敢伸张 但后来 我不见了一只非常喜欢的香奈儿包包 我就要急地发动 整个宿舍的人帮忙找 而Yuki混在其中 为了不让我怀疑 还声称自己也丢东西了 哎呀我最近也丢了一枚戒指 可能也是不知道掉哪个盖拉米了 不会的 我清楚系地放这了 一定有人拿走了 小都真恶心啊 都是一个学校的 可怕被撞上吗 更心机的是 她还能跟其他室友一起 一份甜意的低血小偷 不能自己买一个吗 感谢她的数据 让我在咸鱼上刷到了我丢失的包 这才把她胸里的受害着面具撕碎 一开始 我并没有往她身上联想 她那发布地址是我们学校 还觉得挺巧的 但点进这个人的主页 我的心瞬间提到我嗓子眼 在成效记录里 我看到了其他丢失的物品 这个人的爱迪后缀 不是Yuki的生日吗 他不会 我还心存侥幸 不想愿望好人 他不是这种人吧 会不会只是同款 于是我拜托了Yuki不认识的朋友 帮我拍下了这个包 拿到手的那一刻 看到包上熟悉的滑恒和无字 我可以百分百确定 这就是我丢失的那个包 这怎么洗不掉啊 而她的寄件人电话和地址 也让我拿到了她通我东西的实锤证据 我欺势声声地找她当面对质 这个包 你打算怎么解释 这个包怎么会在你这儿 我的意思是 我也买了一个 感觉不太适合 我就转手了 没想到是你买下了 这明明就是我不进了的那个香奈儿 不是 这是我自己的 你看订单 怎么是提前解行的图 你直接打开APP给我看吧 好 这笔订单最后没交易成功吧 奇怪 可能成交的订单被我措手删掉了 那包上这个屋子跟我的一模一样 你又打算怎么解释 我 你早样的可能会穿包 还特地提前披好假的订单图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啊 喂 拜托 你又有那么多东西 我帮你断舍离罢了 你还应该谢谢我呢 证据确凿下 他无从辩解 只好承认自己嫉妒我 见不得我好 最后迫于压力 搬离了宿舍 每每想起这件事 这份恶意都会让我不寒而立 有些人的恨是没有原因的 你的优秀 你的天赋 你的善良和幸福 都是原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